大陸的美食 哇... 這邊有頭好過喔 發現有一個市集在對面 我覺得這邊市集好可愛喔 看起來就是那種很綿密很濃的冰淇淋 很濃的冰淇淋 這一趟的美果心 是我覺得最喜歡的一座城市 哈囉大家好我是林軒 今天呢 波士頓的天氣也太好了 我們來的前一兩天 都天氣偏涼 然後有點冷 但是今天呢 整個是大太陽 而且我們住的這條街 陽光灑進來 加上那個葉子這樣慢慢飄下來 真的是超美的 所以我就想說呢 趁著下午的空閒時間 我自己一個人呢 又要去晃晃了 也是屬於一個 有點漫無目的的晃 但是因為我昨天啊 我們晚餐吃的那一條街 我在另外一個Vlog 應該會提到 就是昨天晚上去吃 龍蝦義大利麵那條街 那時候我們從那邊走回來 這邊大概二三十分鐘 沿路呢 我都覺得很漂亮 所以我決定呢 今天再回到那條街上面 我現在就是要 再從住的地方走回去那條街 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住的地方附近 我覺得這邊的房子都超漂亮的 然後他們家的外面 還會有很多漂亮的花 這邊的整個市容都很漂亮 然後再來整個環境啊 你會覺得很舒服 街道上也很乾淨 然後每個走在路上的人都很有氣質 我覺得感覺是一個非常適合居住的地方 然後旁邊的房子又很美 然後就心情很好的感覺 現在呢是下午四點 大概是太陽最大最大的時候 來這邊就是要很習慣 因為以前在台灣 每天晚上都是12點1點太陽最大最熱 但是因為這邊太陽下山八點多 所以通常下午三四點才會開始是最熱的 不知道為什麼我連他們的輕軌行駛在地面上的樣子都覺得很美 其實還蠻神奇的就是美國這麼大 然後每個地區呢 他們每個地方都超級不一樣 我上次在拍舊金山那集的時候 就有人問我說 美國是紅燈過馬路嗎 他們是在紅燈前的時候會出現一個 紅色的手的圖案 然後一閃一閃一閃 那個就有點類似黃燈的感覺 就是在紅燈前會一閃一閃 然後真的紅燈的時候 那個手就會停住就不會閃了 OK 現在已經走到昨天 我們吃飯的地方附近了 開始有很多的餐廳跟小店在這裡 這間店好可愛喔 昨天有經過想說可以進去逛一下耶 他的衣服好可愛 好像是我會穿的衣服喔 剛剛那間店還蠻可愛的 但是他的衣服的價位還是有點偏高 東安行實在是花太多錢了 無論是前幾天在紐約的那個 9000上面還是15000上面 都花有點太高 加上我接下來要去夏威夷 不必要的花費呢 我就先別花了 這個好酷喔 這個感覺是那種在生紙做的厚的筆記本 純白的筆記本耶 好可愛喔 這個如果是我還是學生時期的話 我搞不好可以買喔 然後他賣的東西看起來都很有質感 他筆記本都做得好好看喔 我可以買一張的筆記本 找些連結和筆記本 衣服的圖片 你們來賣的筆記本 把紙品拿來賣的筆記本 一張室圖片 有一張筆記本 臀筆記本 人機本 山盾 這邊它是蠟燭 我剛在隔壁啊 上一間店 我就覺得超有質感 就是每個東西很像是 來到小全品的感覺 整間店都很喜歡 結果它隔壁呢 結果這間是15點 然後又更好逛 這個海洋杯子也太可愛了吧 有珊瑚 還有海浪跟魚 喔 好可愛喔 來到一個旅遊區 然後我在某個角落發現了 哇 台灣的封面是一隻龍 選擇台北好了 這本書感覺蠻可愛的 哇 每一幾頁就看到我們熟悉的象山 我自己本身是一個對於閱讀文字很慢 或是很容易沒有耐心的人 所以看一本書的常常需要花很多的時間 但是常常很容易沒有看完 那相對於閱讀呢 我平常就有在聽Pockets的習慣 所以喜馬拉雅國際版 HIMALAYA這個APP 就非常的適合我 最近呢 就有用它來聽書 或是聽Pockets 那就在我一些比較零碎的時間 像是通勤啊 運動啊 或是工作做雜事 做家事的時候 就可以節省坐下來閱讀一本書的時間 也可以一邊吸收指示 那我很推薦HIMALAYA上面 有一本我自己的好朋友雷咪去年出的書 就是小知足下班班被轉 那這本書呢 就是超級針對我這種理財的新手菜鳥 這本書呢 它會教你最基本最簡單的觀念 然後讓你可以找到一個 最適合你投資理財的方式 因為呢 它的聲音就是雷咪本人念的 所以我會讓我覺得說 喔 就像是雷咪在對我講話的感覺 然後又比起文字閱讀 又更容易理解吸收 那現在呢 HIMALAYA正在舉行 閃亮女排公益的活動 希望呢 能夠有更多人關注 女性學習成長的議題 那現在只要點選資訊欄的專屬連結 就可以拿到免費30天的試聽 在8月18號前呢 只要多一個人領取試聽 HIMALAYA就會多捐贈一美金 給國際婦女基金會 那如果你試用後不喜歡的話 你可以在期間內取消訂閱 也不會被扣錢 無論呢 最後有沒有訂閱呢 HIMALAYA都會進行 捐贈 那大家可以趕快點選 下面的資訊欄連結 一起聽書 一起做公益 他覺得條街有點太好逛了啦 但我真的很喜歡 就是他們每個店都很有風格 發現有一個市集在對面 哇 我覺得這邊市集好可愛喔 就是這裡也是集結了很多那種藝術家 然後在那邊擺自己的品牌 然後他品牌的東西 每個都好可愛喔 因為那邊有賣衣服的去逛一下 這個市集實在是太酷了 然後我現在來到一個食物區 這邊有各式各樣的餐車 有賣一些熱狗類的東西 發現這一區呢是要買票的 然後你只要買票呢就可以在裡面喝酒 我這幾天酒精含量有點高耶 一張銷是8塊錢 好啦 我決定不買票了 因為我等一下要去吃晚餐了 覺得滿幸運的可以遇到這個市集 因為我昨天要在一模一樣的這條路吃晚餐 但是剛好今天是禮拜六 所以就遇到了這樣子的可愛小市集 經過了一個小公園 然後繼續往這邊走 我好像已經走出了 剛剛很熱鬧的那一條街了 開始變得安靜起來 波士頓這邊附近真的很多的大學 所以常常都會看到很多的學生走在路上 哇 這邊好漂亮喔 我現在有點不知道我要去哪裡 我剛剛看到路人在吃冰箱 想說那我是不是也要買一個呢 OK 我馬上搜尋冰箱 30公尺就有一家 這間 BAR OUT 蠻多人在排隊的 這間店的外面的地方好可愛喔 發現地上有QR Code QR Code掃下去呢 就會出現Menu了 然後你就可以選一些你的口味啊 然後還有你的size大小 等一下就可以直接跟它點 哇賽 好期待喔 因為看起來超好吃的 我點的是那個 Low Fat Frozen Yogurt 暗梅口味的冰淇淋 我覺得它剛剛冰淇淋不太一樣 它不太融化耶 看起來就是那種 綿密很濃的冰淇淋 我們來吃吃看 跟我想像中不太一樣 我以為它的奶味會很濃 但可能也是因為我點的是那個優格的關係 所以它起來超輕鬆 而且它是可以吃得到那種 藍莓的果粒 它會有一個就是點餐的過程 就是你可以先選你要的口味 然後跟你選擇你要杯子 還是你要那種Corn 然後你有沒有需要加什麼 Topping之類的 因為我想說等一下要吃晚餐 所以我就用杯子裝 而且我還是選最想塞的 然後它還是超滿 好好吃喔 好啦 我想說呢 今日的Boston一日逛逛 小Vlog在這邊結束 今天這支影片完全不是 去什麼太特別的地方 就純粹是我昨天吃晚餐 經過的這一條街 然後我覺得還滿值得 就是自己再來逛逛的 好 現在就趕快把冰淇淋吃一吃 然後跟他們會合去吃晚餐 昨天吃完晚餐的時候呢 就去打保齡球 然後就沒有繼續錄了 所以今天早上我們check out的時候呢 就想說反正波士頓大學都在隔壁 所以就 嚇死我 我剛剛嚇到 我沒有這狗 我們現在就是要去波士頓大學 然後去走一走看一看 這一次Boston的影片呢 應該就只會有這支 因為我其他拍的素材真的很小 很零散 可能會集結在其他的東岸影片裡面 走進來了 哇 他們學校很漂亮喔 今天禮拜天 所以很多 學校的東岸都關起來 也看不到什麼學生 現在呢 要上橋了 從這個樓梯上去 然後等一下過橋 然後那邊 橋上來 哇 有人騎腳踏車 有人騎腳踏車 有人散步 今天來到這個橋上 然後我覺得 望出去這個風景很漂亮 然後你還可以滑多木走 其實真的是走在博士頓的每個街道上 就是讓我感覺超舒服 就今天呢 從住的地方一直往大學 然後一直往上橋到現在 就是每個經過的人 他們都很愜意的在慢跑 然後騎腳踏車慢慢散步 就是整體的城市氛圍讓我覺得很舒服 這一趟的美國行 像是我覺得最喜歡的一座城市 我們等一下去吃完午餐之後 今天晚上就要去機場了 所以也算是完成了整趟的東岸行 接下來呢 回到加州之後 也會去其他地方玩一下 那謝謝大家喜歡這個 沸沸的隨手記錄Vlog系列 好啦 那如果想要關注更多 美國系列影片的話呢 就是整理個連結放在資訊欄 然後可以持續關注我頻道 然後訂閱按小鈴鐺 然後想要更及時的看到我現在的動態的話 可以去追蹤我的Instagram 好啦 大家下次見囉 Boston 拜拜